天气变冷了又到了进步的季节 有一家羊肉炉业者特别举办了大卫王比赛 也请来了日本的记录保持人小林尊 开放民众组队挑战 结果小林尊在24分钟之内就吃下了55万的羊肉炉 稳稳拿下了冠军宝座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卫王 来自日本的大卫王小林尊 这次要挑战羊肉炉 他只花了15秒钟就吃完了第一碗 小林尊的动作没停过 羊肉一块一块塞进嘴里 反倒是工作人员手忙脚乱 来不及捕获 工作人员麻烦这个捕羊肉的速度可能要快一点 捕羊肉的速度可能要快一点 别的队伍可是六个人组成一队 小林尊单挑他们以一挡六 美食代言人陈美鳳自认比不过 干脆优雅的慢慢吃 24分钟时间到了 一长串总共55碗 小林尊果然名不虚传再创纪录 小林尊吃下超过五公斤的羊肉 肚子上还可以看到六块鸡 学识他平常锻炼身体效果不错 大卫王的名号当之无愧